大家好我是小雨很久拍视频了小慧 今天要走了拍个视频记录下 他要回老家了我准备来送他去车站 然后和大家说一下 加一也没什么事情因为我确实拍视频越拍越少了 前段时间是加一最严重的时候在地上是淡淡不起来 后面 陆陆续续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拍 也不想拍太多琐事各方面没处理好的事情的网上不太好 现在是身体基本上好了能在野外到处玩了 把小慧送回去以后我也最近也快月底了 在荣昌待了特别久对重庆这个城市也是比较有感情 但是始终可能是要走啊 月底我可能考虑一下这个房子要不要去租 还有大几天我准备 可能先带加一去户外转一下 到处走着走散热心 有可能早点 工作眼前先干着啊 记录的方式 拍拍视频把自己生活充实起来 有很多朋友说让我不管怎么样流量高于低拍视频 拍起来我觉得也是对的 但是也确实 自己很多生活上的事都没处理好了 然后 各方面情绪挺低落的 所以说有段时间我也不太愿意去听 听太多东西 感觉人越来越自卑那种感觉 所以 没 感觉人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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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就像比较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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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很久不太客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